好 龙乖啊 长达山进贡的白蜜 这是上好的白蜜 你却嫌不中用 非要那北京山里的红蜜 你跟我说说 白蜜哪儿不好 红蜜怎么就好了 这山里的红蜜啊 是直彩山里红这一种花 酿成蜜 山里红可是个好东西 能够健胃消食 而且还受气 咱们皇上最近有点及时 胃口也不太好 但只要往菜上 割上这么一滴红蜜 就要食兼备 是 是 是 请不嫌 哥哥 皇后的义务 原来是许配给了长旭将军 后来 听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合 将军又战死沙场了 鸣经回来 是照顾皇后的起居 听说 多是个好相遇的处 大胆 哥哥乃金枝玉叶 那是你这个狂妄之徒能调的 我告诉你 这可是皇上御膳所需的食材 你要是弄翻了 可是要掉脑袋的 皇上自然是第一位的 那难道就意味着 你们可以仗着 是为了皇上的御膳 眼睛里就没有吉他主词了吗 我们没有啊 下官知错了 讨扰了金枝玉叶 还望哥哥赎罪 罢了 走吧 咱们刚才分明已经转身笔了 并非有意啊 为什么不跟他们理论轻重呢 再说了 咱们也是奉圣上的命令当差 他们凭什么西夫人 短短三年 他竟不认识我了 皇后娘娘 锦贤哥哥到了 不认识我了 参见皇后娘 贤儿快起来坐下 来尝尝这冰果子 谢皇后娘 皇后娘 虽说这眼瞅着入夏了 一天比一天热 可谈量伤胃 这冰 还是少吃为好 还没入府 这宫里 热得就跟蒸笼一样 本宫的身子实在是造得很 贤儿也是为了黄鹅娘的身子着想 还望黄鹅娘从恶了贤儿这份心意 你这孩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少了点人情味 那明早我亲自去御膳房 为黄鹅娘做一道消暑佳品做早膳怎么样 好 那我就不吃这冰了 明日期待你的早膳 是 贵儿不得都说他天性良薄 待人延苛 对皇后年龄都如此不同人情 听说他嫁给长宋将近三年 两人连面都少见 将军总是找借口带在军衣 连去世前最后一战留下的家书都不是写个坦 不张眼的东西 敢在楚秀宫嚼舌根 若是厌烦了那老狮子 去宗人府割了便是 路必该死 终于来了个懂规矩的人 格格格万福尽安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秀兰 我倒是要谢谢你了 格格也不必谢奴婢 奴婢不过是想救他们罢了 我们做下人的 整日围在这高墙之中 闲时说人是非是难免的 传几句流言也未必犹新 但宫里有宫里的规矩 格格宽宏大量尚可饶恕 若被犹新人听了 怕是灭门之罪 格格若没什么事 努婢就先行告退 你这个孙儿 这时候啊 果然是肉如其名 就像那个苏州小调一样 那么酥烂 那么绵软 吃起来呢 又糯又香 再尝尝 香浓可口 舌头回肝 这是因为加了那个山里红蜜的原物吧 吃起来 真是有一股山里红的甜香 老规矩 吃完要给意见的 来你这个预膳榜是吃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别的我不敢说 就你这道塑造肘子 真的是意觉 哪儿还有什么改进的空间呢 我没有意见的 都是你的 闻见什么味儿了吗 枣子吧 糟了 怎么会起火 女扇宝走水了 女扇宝走水了 来人哪 快 快 快点 快快点快点 等一下 哥哥急响 那火光可是公里走水了 回禀哥哥 是的 月上房走水了 快来人 月神父 糟了 明早给黄老娘用来做早上的薄荷叶 恐怕要遭殃了 去看看 马家 upwards 快快去那边帮忙 快去那边帮忙 快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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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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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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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德呢 怎么了 小德呢不见了 仓库 是不是在仓库 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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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董官 董官 阿佑 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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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拜 冬官 轻点 轻点 慢点 小德子 小德子 你们快去不活 不活 救活啊 小德子 小德子 你醒醒 小德子 小德子 你醒醒 小德子 冬官 你受伤了 快去叫太医 叫太医 冬官 闭嘴 快去叫太医 小德子 冬官 你 人命关天 能帮忙帮忙 不能帮忙滚蛋 滚 你岂敢对格格不敬 男人哪 叫太医 快 小德子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小德子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小德子 肯定是 你醒醒啊 老师 你醒醒啊 胳罩 马上就上完了 等一下疤可不好看了 哥哥 往后的消水澡换了怎么办 要是拿不出来 你都不会像齐君之罪 什么豆膳 都怪你 我们哥哥本来都和黄后说好了 要给他做一份香水澡善的 可是现在连薄荷叶都烧没了 小吕 来 怎么办啊 这又何难 啊 这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能做出这样的美味 你们先下去吧 显儿 你坐 显儿 显儿 这次又想不尽地荣华富贵 子奈 子奈 万般皆是命 半年不由人哪 说起来 额娘也有私心 殷勤 殷勤 有姻缘才会亲 但是 额娘把你们拴在一块儿 也是为了 帮皇上摟到人才 可是 没想到 成续的 黄阿娘 自从我阿妈走后 你给了我锦衣玉食的生活 还有一女这个尊贵的身份 还有一女这个尊贵的身份 黄阿娘对显儿恩重如山 显儿已经很知足了 至于长叙 是命 显儿认命 是命 快起来 今天 你不用陪我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谢皇上 渴望 老师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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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是谁吗 这位可是纳莱府的大小姐 老师爹 他们发现纳大小姐不见了 自然得带着真经典来讨论 那过了今天 咱们演起个 不就等着发大财了吗 落手了 站住 站住 怎么了 让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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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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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公子周明珍 在我见的我阿玛 便让他给你重赏 重赏 赏银 不要 那你想要什么 我该怎么谢你 怎么谢我 以身相许 可我不认识你啊 现在不就认识了 在下张东关 年二十一 苏州人士 酒居京城 是智美楼大厨的儿子 当年你包下智美楼 只为了救济穷人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你要是不同意 我现在就把你推下去 那你推吧 我真推 真推 真推 推吧 怎么办 不应该是这样啊 你难道不想活吗 嫁给你 我还不如不活呢 你不是要推我吗 推啊 快点 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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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你就这么走啦 你是在智美楼做帮厨吗 怎么了 我想了一下 救命之恩还是要还的 改天我就吃你做的菜吧 因为我今大方的 你不会 不不客气 你可以 本来 可以